烹对虾段 烹对虾段是山东的一道名菜 做这道菜的原料有 对虾 调料有精盐、白醋、料酒、香油 素油、湿淀粉、味精 酱油、葱、姜、蒜末 烹对虾段的制作方法是 把对虾洗净剪去虾枪、虾爪、虾尾 去掉沙线 取出头里的沙袋 然后剁成四段 取小碗放入烧酒 盐、味精、酱油、香油 然后调成 调味汁备用 在大虾内加入少许精盐和味精 然后用淀粉抓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炒锅内加入青油 油热以后将虾段逐个下入勺内 炸成金黄色的时候捞出 炒锅内打底油 放入葱、姜末 加入大虾 用料酒烹一下 接着倒入用金盐、料酒等 对好的碗汁倒入勺内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 虾段蘸精盐、湿淀粉的时候 要用手抓匀 这关系到油炸后 虾的颜色和口味的效果 做这道菜动作要快 它的特点是 色泽金黄、外焦里嫩 口味儿咸鲜 有葱、姜、蒜、醋的香味 如果您点击胀或许多